临间鸟兽尽散 不时传来骇人的叫声 似狼似虎 又似婴儿的啼哭 让人觉得心寒彻骨 叶君青 还记得我吗 你害得我好惨 婴者的声音 时而粗犷 时而阴柔 时而带着奶气 时而又似枯稿的老者 让人辨认不清对方的身份 莫婉 一会儿千万别出来 记着 不能出来 叶君青陡然拉起缰绳 马车就那么突兀的 停在了林间 风起 一群乌鸦惊掉了毛 既然来了 何不现身一剑 叶红义纵身跳下马车 向前几步时 不由回眸望向车厢 莫婉 你放心 君青必会舍命护你 当世魂出现时 叶君青并没有意外 十年了 叶君青 这十年来 你或许已经忘了世魂 可世魂 却每日每时都在想你 当年若不是你设下陷阱 这天下有谁能奈我何 是你 是你 是你让我跑在那寒潭里十年 终日忍受病寒之苦 今日 我若不将你随时晚端 便对不起我这苦苦苦挨过的十年 是魂 是魂牙子欲裂 黑如墨碳的脸上 那双眼白 让人觉得分外的诡异 他所站之处 草木娇枯 一红一剑之疯了 他居然会把你放出来 叶军青手持软剑 怒目看向世魂 眼前之人的能耐 他再清楚不过 这一次 叶军青不敢确定 或许舍了命 才能换姚莫碗 一线的生机 叶军青 受死 世魂话很少 饶势逼了十年 恨极了叶军青 可说出来的极恨之语 也就那么几句话 接下来 便是一招接着一招的夺命斩 车厢内 姚莫碗又如何坐得住 在其环视整个车厢之后 就只找出一把 笔石阴血流在车厢内 供自己不时之需的短刃 于是 姚莫碗握着短刃 想也不想的冲出了车厢 此刻 叶军青与世魂正在空中对战 软剑与夺命斩不停的撞击 迸发出如极光般的照亮 姚莫碗一手遮掩 还未将手放下 便见叶军青已然倒退着落于地面 唇角有血渗出 军青 自重生以来 姚莫碗从没有一次如现在这般惊慌失措 因为从没有一次 他觉得叶军青会死 可在看到那个如黑狗熊的试魂时 姚莫碗心中莫名的不安 姚莫碗 你走 快走 原本叶军青觉得 就算自己敌不过 可同归于尽还是有可能的 如今看来 试魂这十年来 武功不但没有荒废 竟还精进了不少 王爷 你觉得莫碗会走吗 姚莫碗扶稳叶军青 旋即举起短刃 怒视失魂 十年前的那一战 令叶军青名满处成 这个时候 姚莫碗第一次听到叶军青的名字 想象中他该是个人高马大的壮汉 如何也没想到 竟是这样的温文如玉嫡仙一样的人 姚莫碗 你疯了 本王要你走 见姚莫碗举起短刃 叶军青脑子里忽然冒出一句话 真是无知者无畏啊 叶军青不加思索 猛的将姚莫碗拉到身后 几乎同一时间 试魂的夺命斩如疾风刮过 叶军青拼命后退 却还是没能躲过随斩而至的刚风 此刻 叶军青只觉得小腹顿痛 垂眸间 腹肩长袍裂开 皮肉翻卷 涌出血来 叶军青 你别弱了 看着叶军青腹肩的伤口 是魂漆黑的脸上浮现出一抹讽刺的笑 可惜他真的是太黑了 黑到没人能看清楚他的表情 军青 军青 你走吧 我替你挡住他 杨军青 忍痛 拉过姚墨晚 眼底浮现一抹波光 原来面对生死 他只想 让姚墨晚能活 不用让了 你们谁也走不了 叶军青 既然你在乎这个女人 那我便先杀了她 让你统不遇生之后 再送你下地狱 是魂狂笑吼着 夺命斩再度袭来 若问姚墨晚这辈子最后悔的是什么 那便是没有练就一身的武功 如今看来 夺命斩来袭 他很想用手中的短刃挡下她 可惜夺命斩太快 快到他只觉眼前一闪 紧接着便是一个温暖的怀抱 王爷 王爷 姚墨晚下逆时 还住叶军青的腰脊 却感觉手中温热 心顿时寒凉 眼泪就毫无预兆地涌落 莫晚 对不起 本王使用多厚之后权 真正想为你做什么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叶军青深邃的眸间 迸发着绝顶的悲伤 他想永远就这么抱着姚墨晚 永远也不松开 王爷 不要 你千万不要出事 如果你有事 莫晚做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啊 当姚墨晚反应过来 叶军青想干什么的时候 叶军青已然退出 姚墨晚的怀抱 纵身冲向世魂 似离弦的剑一般 将跟我同归于尽 叶军青 你还不配 世魂看出叶军青的御图 顿时划起夺命斩 叶军青 你若死 莫晚如何独活 姚墨晚狂奔向叶军青众身的地方 眼泪如绝涕的洪水般汹涌而落 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 对于叶军青 他不仅只是报恩 那股自心底涌出的情愫 充斥着他身体的每个细胞 那种情愫 是爱 电光火石的瞬间 姚墨晚只觉身体似浮云般飘起 下一秒已然落地 而与自己同时落地的 还有受了重伤的叶军青 军青 你怎么样了 姚墨晚顾不得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急不走到叶军青的身边 将其扶起 我没事 这回事 叶军青强忍着剧痛 抬眸看向眼前的尼姑 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 我们走 尼姑也不多言 当即拦起姚墨晚和叶军青 纵身离去 想跑 没那么容易 士魂又岂能让到手的鸭子就这么飞走了 于是 在其身后狂追 不得不承认 尼姑的轻功真的很好 即便身负两人 却似乎很容易将士魂抛在身后 差不多半个时辰的时间 尼姑绕来绕去 终于在一处尼姑安请了下来 姑娘 你扶着她跟贫妮进来 尼姑小心将姚墨晚与叶军青置于地面 拳击看向姚墨晚 多谢事态 此刻 叶军青已然脸色煞白 呈现半昏厥状态 姚墨晚也顾不得多问 当即扶着叶军青进了尼姑安 眼前的尼姑安 并不算大 前前后后一共有二十几间厢房 且说 那位尼姑将姚墨晚与叶军青带到最后一处厢房时 停了下来 无心师妹 贫妮已将他们救回 只是这位男施主受了重伤 即便嘴上叫着师妹 可尼姑的表情看起来十分的恭敬 甚至还有一丝敬畏 永劳敬略事态了 让他们进来吧 清月的声音悠然响起 姚墨晚觉得这声音熟悉得很 可一时间却想不出在哪听过 姑娘 快扶这位施主进去吧 他伤得很重 或许只有师妹才能救好他 至此 姚墨晚方才知道 这位救下自己与叶军青信任的尼姑叫静月师太 在静月师太离开后 姚墨晚不再犹豫 当下掺着叶军青推门而入 一股淡淡的檀香扑鼻而至 姚墨晚简单环视四处 最终将目光落在了背对自己的无心身上 姚墨晚拜见无心事太 还请无心事太救救我的朋友 他 姚墨晚话未说完 便见那位无心事太转过神来 心顿时震惊骇然 正所谓人生何处不相逢 姚墨晚做梦也没想到 会在这里看到段婷婷 而且还是这样的装束 好久不见 段婷婷一抹笑 倒让姚墨晚有些无所适从 你 没回南疆 诚然姚墨晚觉得 当初的事段婷婷亦有过错 如果她不曾下鼻翼股虫 那所有的事都不会发生 可凭心而论 段婷婷没有在大婚之日逼迫叶军青 亦没有将此事告知南疆主 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若婷婷回了南疆 父皇该怎么看待叶军青呢 段婷婷苦笑 旋即走到昏迷中的叶军青面前 之后在姚墨晚的帮助下 将叶军青扶至他上 唉 受了这么重的伤 难怪我的心会疼 段婷婷柳眉紧簇 旋即自左侧柜子里 取出一粒丹药 送进叶军青的嘴里 那个毒人浑身上下都有剧毒 莫说被他伤了 就算被他碰一下 都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不过还好 亏得婷婷这里 还有一颗解毒单 叶军青无大碍了 不过 这外伤就劳烦处 劳烦 莫晚姑娘替他包扎了 段婷婷尽量让自己的语气 听起来波澜不惊 啊 多谢 姚莫晚且先不管 段婷婷为何会知道毒人 又为何会派靖月师太去救他们 现在与他们而言最重要的 便是叶军青的安危 于是 在段婷婷离开后 姚莫晚即刻为叶军青处理伤口 看着叶军青父前腰后 两处深可见谷的刀伤 姚莫晚心疼得无以复加 每一次擦拭 都会让叶军青无意识地抽宠 惹得姚莫晚泪如雨下 正殿内 段婷婷双膝跪地 双手合一 清澈的眸 静静地凝视着眼前的观音响 心却无法平静 自离开冀州 他的心便没有停止过思念 于是每一日 思念叶军青成了他必修的功课 从早到晚 无一日间短 他也想过忘记 可越想忘记 思念便越是刻骨 段婷婷依然分不清 这思念里有多少是比翼蛊虫的功效 他只知道 只要活着 他便摆脱不了这种弑骨的思念 观音向前 段婷婷 泪流满面 事业 凉风袭袭 姚莫晚在确定 叶军青安然之后 方才走出祥房 入眼 便是段婷婷 凉凄冷 无一的身影 当日之事 当日之事是 婷婷就由自取 如果不是婷婷贸然在 叶军青的身体里 种下比喻骨虫 就不会有今日的结果 所以 婷婷要感谢你 若非你开口 叶军青死都不会与 婷婷拜堂成亲 若因此迁怒父皇 害了叶军青 那便是婷婷的罪过了 段婷婷演了眼底的悲凉 真诚地看向姚莫晚 莫晚还以为 你会恨我呢 姚莫晚苦笑 到底那一场玩笑 伤了谁的心啊 婷婷也同样 以为你会恨我入骨 可是姚莫晚 如果不是这件事 你又如何能知道 叶军青对你竟已爱到了骨髓里 段婷婷没有为自己辩驳的意思 她只想让姚莫晚明白 那个她处心积虑都没得到的男人 不是因为自己魅力不够 而是因为 她心里已经被一个女神占得满满的 她无缝可钻了 叶军青 爱我 姚莫晚倒没这么想过 彼时她觉得 顶多是叶军青定力够深 所以才会坚持到最后 婷婷的比翼骨虫 从未失败过 比叶军青定力更深的人都有 如若不然 婷婷怎会冒险 如今再说这些 已是无意 但婷婷真心希望 你能明白 叶军青对你的一片真心 段婷婷谋色忧深 说话时 欲言又迟 那你呢 你一点都不恨叶军青吗 亦或者 对莫晚 没有一丝的怨恨 看着月光下 段婷婷一身的素袍 姚莫晚 有些心酸 若只差一点点 亦或者 彼时的叶军青 会有一丝的犹豫 婷婷都会不甘 可即便有比翼骨虫在 婷婷还是输得那样彻底 所以到最后 婷婷竟连恨的理由都没有了 有时候 婷婷觉得 自己这一生 只是一个玩笑 段婷婷苦笑 即便她拼命抑制 可姚莫晚 还是在她脸上 看到了 盈盈的泪光 你如何知道 叶军青有难的 姚莫晚觉得 再谈论下去 便有些接人伤疤 还在人家伤疤上 撒盐的意思了 鉴于做这种缺德事 很有可能遭雷批 姚莫晚果断转移话题 你说 这世间会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呢 彼时 婷婷上山之时 恰巧遇到那个毒人 她口里碎碎念叨着 要要了叶军青的命 于是婷婷回来后 便拜托静月事态 跟踪毒人 希望能保叶军青的平安 段婷婷说了实话 只是省略了 她为何要去山上的原因 哦 那个静月事态的轻功 果然了得 不知 不知长风公主 可不可以让那个静月事态 替摩晚走一趟大厦呢 如今叶军青负伤 没有十天半月 是走不了的 可记者那边 如何等得了这么长的时间 有事 段婷婷转眸看向姚莫晚 肃然地问道 记者遭了大猪的偷袭 莫晚与叶军青此番 便是想到大厦去求救兵的 姚莫晚并未隐瞒 好 这件事婷婷会拜托给静月事态的 段婷婷没有拒绝 当下点头应道 于是姚莫晚 集村回房写下字兼 将其交到了段婷婷手里 成型的weetест